女上司勾引我后 一切都变了 魏强 过来一下 隔壁房间里 传来柳如烟娇柔妩媚 充满诱惑的声音 哦 来了 我赶紧扔下泡面 起身来到了隔壁的经理室 只见 巨大的茶几上 摆了一桌子饭菜 柳如烟穿着真似的睡衣 曲线玲珑曼妙 摇着一杯红酒 水汪汪的眼睛 勾魂射破地看着我 柳如烟是我们 万豪夜总会的总经理 三十岁刚出头 容貌艳丽 身材妖娆 风情万种 充满了成熟女人的韵味 就像一个熟透了的水蜜 桃 十分诱人 我则是从北方农村来的穷小子 刚刚从一个垃圾大砖学院毕业 来万豪夜总会里当服务生 因为我学过一点电工技术 柳如烟就让我住在 隔壁五平方的配电室里 监管一些简单的电器修理 当然 柳如烟让我住在隔壁 并不仅仅是为了修电器 自从我搬进隔壁配电室 柳如烟就经常言语挑逗 一有机会就动手动脚骚扰我 魏强 我要的外卖太多了 你陪我一起吃吧 柳姐拍了拍身边的沙发 示意我坐下可她一起吃 柳姐 我泡了方便面 已经吃过了 我看着性感妖娆的柳如烟 和茶几上的饭菜 忍不住费力地咽了一口唾沫 沙 又吃泡面啊 你这一身的腱子肉 每天只吃泡面咋能行 柳如烟起身走到我跟前 用手指点了点我熊壮的胸肌 面肉桃花笑道 你要是饿瘦了 姐姐我可心疼呢 没事 我泡面也能吃饱呢 我赶紧躲避 北方的家乡虽然穷 却给了我一副好身板 我五官有棱有角 身材高大魁梧 肌肉饱满发达 走到大街上 女人的回头率百分百 所以 也不能怪柳如烟会对我垂涎三尺 胡说 你这身价 一包泡面能顶个啥 吃不饱晚上哪有力气上班 快坐下吃吧 柳如烟不由分说 就把我拉着 一起倒在沙发上 她嘔吐有志的身体 有意无意地蹭到了我身上 我慌乱挣扎 手去好巧不巧 地按在了柳如烟的名 赶位置 顿时大惊失色 赶紧坐了起来 扑斥 柳如烟见我惊慌失措 名嘴妹笑道 我还以为你小子 是坐怀不乱的柳下会呢 没想到 也趁机开人家的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赶紧解释 站起来就要逃跑 柳如烟却一把拉住了 又把我拽到沙发上 称笑道 人家又不是老虎 你怕啥呀 啊 刘姐 我真的已经吃过饭了 您要是没有其他事 我就先走了 我紧张得满头大汉 上大专的时候 我也曾经有过一个 漂亮的女朋友叫小美 每个周末 我们都会去学校 附近的小宾馆开房 甜甜蜜蜜地腻在一起 毕业后 女友开了直播 靠着扭屁股发达 成了小网红 就上了榜一大哥的大奔跑了 所以 我并不是不懂女人 是怎么回事 我紧张的是柳如烟的身份 柳如烟不仅是 万豪夜总会的经理 还是老板吴万豪的女人 吴万豪可不是普通人 她在新都市手眼通天 黑白通吃 跺跺脚新都市都要躲了躲 要没有本事 她也开不起 这新都市最大的夜总会 要是让吴万豪知道 我和刘姐搞在一起 我不死也得丢半条命 我找你来 当然还有事呀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笑道 我卧室的顶灯不亮了 你先陪我吃饭 完了帮我修修吧 哦 好吧 我一听柳如烟要我修灯 便放下心来 就拿起了筷子 毫不客气地 加了一大块糖醋里脊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天天吃泡面 我早就馋得很了 我母亲常年卧病在床 父亲一个人 种着几十亩地 不仅要给母亲看病 还要供两个妹妹上学 家里的条件非常困难 我这才到新都市的 万豪夜总会来上班 南方的新都市 虽然算不上一线大城市 娱乐业非常发达 光是大型夜总会 就有几十家 而最大的万豪夜总会 开出的工资 是其他夜总会的两倍 我每月的工资 只留下一点饭钱 其他的都寄给了家里 所以 我几乎每天都吃泡面 现在有一桌子好饭菜 管它三七二十一 先吃饱了再说 于是我便甩起腮帮子 撂开后草牙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慢点吃 别噎着了 来 喝口酒 柳如烟不断地给我加菜 还给我倒了一杯XO 我也不客气 接过来一饮而尽 这可是上万的洋酒 一杯就是几百块呢 魏强 我听说你妈有病 家里缺钱用 柳如烟随口问道 嗯 我的工资大半都寄回家里了 我满嘴的食物 含含糊糊地答应 你当服务生能挣几个钱 姐给你纸条路 带着你挣大钱 咋样 柳如烟把手搭在了我的肩头 意味深长地笑道 啊 谢谢刘姐 我只会当服务生 其他的做不来 我马上就明白了柳如烟的意思 她是想让我去万豪的三楼 当少爷陪客人 万豪夜总会 一楼是酒吧大厅 只有一些开放的雅座 我所在的二楼是KTV包厢区 客人们可以点了公主来赔偿陪酒 至于还能不能赔其他 就要看客人有没有 足够的小费让公主动心了 三楼 是VIP区 一般人就算有钱 也未必能上去 只有内部金卡会员 才有资格到万豪三楼 那里的包厢比总统套房还高级 家里倾国倾城 少爷英俊帅气 到了万豪三楼 只要有钱 你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享受帝王般的待遇 很快 我就把茶几上的饭菜 吃了个干干净净 打了个宝哥说道 刘姐 我给您去修灯吧 好 柳如烟就拉着我 进了他办公室套间的卧室 我脱掉了鞋子 踩在了柳如烟床上 却还是够不着屋顶的灯 你踩到我的被子上 我给你扶着 柳如烟抱过了他的被子 我只好小心翼翼地踩上去 勉强刚够着灯 我还没有来得及检查灯 脚下的被子却是意外 整个人顿时摔在了床上 哎呀 柳如烟叫呼一声 顺势假装摔倒在床上 死死地压住了我 我顿时浑身汗毛倒树 吓得一动不敢动 扎着双手不敢碰柳如烟 结结巴巴说道 刘姐 您 您 快起来 人家摔倒崴了脚 一点力气都没有 站不起来了呀 柳如烟用内道骨头的声音 在我耳边呢喃 他身上的幽香将我笼罩包围 我这才明白 柳如烟今天精心安排下阴谋 就是要把我拿下 他卧室的灯 压根就特么没有坏 刘姐 对不起了 我鼓起勇气 一把推开温软绵柔的柳如烟身子 就夺门而出 你特么的傻ass 不识抬举的剑骨头 身后传来柳如烟的骂声 还有高跟鞋砸在房门上的声音 呼 我回到佩电室 长舒了一口气 幸亏老子曾经沧海难为水 守住了阵地 没有上柳如烟的车 柳如烟可是吴万豪的女人 要是知道我睡了他的女人 非把我腿打断不可 至于要打断哪条腿 可就要看她的心情了 我关起了门 又开始睡觉 万豪晚上八点开始营业 一直到半夜三四点客人走 光了才歇夜 所以我们服务生都是白天睡觉 晚上干活 一直睡到下午六点 彪子照例敲我的门 我才醒来 彪子是我大学司党 毕业后 我们一起来到了新都市 又一起进了万豪夜总会当服务生 我给你带了两个手抓饼 快吃了上班吧 彪子把一个塑料袋扔了我 我吃泡面就行了 你别老给我买晚饭 我接过手抓饼 大口大口地吃着 中午随便吃点泡面也还行 晚上要干活呢 你吃泡面能顶得住吗 彪子皱起了眉头 没事 晚上饿了 我可以吃客人剩下的东西啊 我笑道 每天晚上下班 我们都会打扫包厢 吃客人剩下的果盘和坚果 小吃 就当宵夜了 当然 有时候客人要的东西少 吃光了 我们也就没有宵夜了 吃完手抓饼 我就和彪子换上了服务生的工作服 开始干活 万豪夜总会八点开门 我们六点半就要开始打扫卫生 收拾包厢 包厢被客人们折腾了一夜 全都是一片狼藉 客人点了公主在包厢里喝酒唱歌 要是两情相悦 公主就会跟着客人出去开房 两情相悦的前提 必须是客人有超能力 当然 能来万豪夜总会的客人 非富即贵 都是豪至千金的大老 他们根本不在乎钱 不过 也有客人酒憨而热之际 和公主在包厢里 做出一些着急的事情 我们服务生的任务 就是要将包厢打扫得干干净净 彻底毁失灭迹 连根毛都不能留下 打扫完包厢的卫生 已经到了晚上八点 我和彪子就站在 二楼包厢区的栏杆上 一边抽烟 一边看着下面的一楼大厅 一楼大厅有客人陆续进来 点了酒喝着 调音台就放了轻柔暧昧的音乐 其实最早来的这些客人 都是酒托 男的玉树临风 风度翩翩 雨的艳丽娇媚 性感火辣 男酒托我们叫灯头 女酒托我们叫小蜜蜂 灯头和小蜜蜂的工作 不用说就是勾引盘子多喝酒 所谓盘子 就是第一次到夜总会里来喝酒 啥都不懂的客人 他们来夜总会的目的 当然也不是为了喝酒 而是幻想着 能有一番浪漫的夜 雨 灯头和小蜜蜂就投其所好 半推半就地 接受盘子的搭讪邀请 然后坐进雅座一起喝酒 每个灯头或者小蜜蜂 都是海量 就算酒量再大的盘子 很快就会被灌得名鼎大醉 等他们酒醒后 等待他们的就是天价的账单 有些一瓶上千块的酒 盘子都不知道啥时候点的 一楼的灯头和小蜜蜂的伎俩 比起二楼公主少爷们的手段 只是小儿科 二楼的客人可都是风月厂的老手 他们知道各种养酒的价格 也知道夜总会里的套路 要想让他们心甘情愿地 点一瓶几千的养酒 公主少爷们可得用些特殊的手段 让客人兴奋起来 才能好值千金 至于三楼 那里可是高端局 一个包厢一晚上没有个十万八万 可别想出来 三楼的陪酒女 不叫公主 而是叫嘉丽 能到三楼的客人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们不会色急地对嘉丽动手动脚 而是彬彬有礼地和嘉丽打情骂俏 找的是那种气氛和感觉 如果感觉那个嘉丽的情商高 气质好 能聊得来 三楼的客人才会邀请嘉丽出去吃宵夜 嘉丽陪客人出去吃宵夜 起步价就是一万 当然 陪着客人出去 是吃宵夜 是次要的 其他的才是重要的 要是能讨客人喜欢 随手给的小费都是万儿八千 到万豪夜总会来的姑娘 都想用自己的青春 换取后半辈子的衣食无忧 所以 二楼的公主都想去 三楼当嘉丽挣大钱 可三楼的嘉丽 柳如烟要求极高 嘉丽要盘子条子都进 还得有颜色 能说会到 甚至还得有些见识层次 光会跟着DJ扭屁股可不行 起码得会唱几首伤感的歌 啪 忽然 我的头上被人狠狠地拍了一巴掌 我转头一看 却是二楼的领班耗子 耗子叫张耗 长得张头鼠目 瘦机马感 十分猥琐 卫强 288包厢里都进客人了 你TM的还在这里抽烟 耗子指着我骂道 耗子哥 说话就说话 可别动手动脚 彪子冷着脸说道 什么 你TM的还敢多管闲事 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想干赶紧滚 耗子又指着彪子骂道 你 彪子执着脖子 还要理论 我却赶紧拉住了他 赶紧去288包厢里服务客人 二楼包厢的客人 一般都是在大酒店里吃完饭 9点多才来 今天居然8点多就来了 实在有些奇怪 更奇怪的是 巨大的包厢里 客人只有年轻的一男一女 男的穿着一身名牌西服 手上戴着名牌手表 和夸张的大金戒指 一看就是个爆发户富二代 女的却名谋好尺 端庄秀丽 有一股儒雅的书卷气 一看就不是社会上乱跑的女人 我不禁恶然 来万豪夜总会里玩的客人 大多都是中年男人 也有客人带女人来玩的 可大多也是成群结队 很少有年轻的一男一女 来这里玩 尤其这女的 一看就是受过 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 怎么可能来万豪夜总会 这种地方玩 我看着那女子愣住 那名男客人 却转头不耐烦教导 小子 你傻看什么 哦 对不起 先生 请您点单 我赶紧拿着酒水单过去 递给了男子 就上你们最贵的路易十三 其他的随便 我都给你们留姐说好了 你去找他问就是了 男子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好的 您请稍后 隔着窗户 就见他拿着一个小注射器 往一瓶路易十三里 注射着什么东西 我顿时一惊 这柳如烟居然要下毒 害那个女客人吗 我躲在窗边 悄悄看去 就见柳如烟用注射器摆一些 药水注射进那瓶路易十三里 就把注射器 装在一个粉红色的盒子里 放进了抽屉所好 那个粉红色的盒子 我认识 里面装的是助性的药物 我曾经见客人 往酒里掺过那种药物 有些中年客人力不从心 就要借助这些药物 我又试一惊 柳如烟网路易十三里摻药 显然是要给 两百八十八的男人 和女子注信 那个男子一身脾气 一看就是个 龌龊不堪的富二代 而那个女子 仙女一般的人品 绝对不可能 和那富二代同流合污 那么 唯一的可能 就是那个富二代 想用下了药的酒 来拿下那个漂亮女子 而柳如烟 就是那个富二代的帮凶 因为刚才富二代给我说 他早就和柳如烟说好了 让我来找柳如烟拿搅 这两个畜生 居然用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 来害那女子 简直丧心病狂 令人发指 我说什么也不能 让他们的奸计得逞 打定主意 我就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现 敲了敲柳如烟的办公室门 进来 柳如烟冷声说道 我推门进去 说道 刘姐 两百八十八的客人 要一瓶路易十三 说是跟您都说好了 他是新都市 永兴集团的刘伟刘少爷 你除了这酒 再给他上最贵的 两千九百八十八套餐 好好伺候着 出了茬子 小心你的狗命 柳如烟把那瓶路易十三递给我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显然 他还在为我早上临阵脱逃生气 我小心翼翼地拿着路易十三 出了柳如烟的门 路易十三是万豪夜总会里最贵的酒 一瓶就要八万八 一般都是三楼的豪客们和 二楼的人极少点 我把路易十三先送进了包厢 又按照柳如烟的吩咐 去后堂端了一份 两千九百八十八的套餐 其实也就一个果盘和几个坚果小吃 我把果盘摆在了桌子上 又点起了制造氛围的蜡烛 就听那个叫刘伟的男子说道 梁言 你别着急走啊 你第一次来新都市 我可得掠近地主之意啊 原来 那个漂亮的美女叫梁言 你刚才请我吃了饭 已经算招待过我了 梁言皱起了眉头 看着光怪陆离的包厢说道 这种唱歌的地方 我可从来没有来过 就因为你没有来过 才要你见识见识嘛 放心 只有我陪着你 再没有乱七八糟的人 刘伟又对梁言说道 再说了 我八万块的路易十三都要了 你不要可就浪费了呀 我从来不喝酒的 你不用要这么贵的酒 梁言皱没紧醋 没事 这种洋酒没有度数 就和香槟一样 喝不醉人的 你尝一尝嘛 刘伟转头看我还在一边站着 就冷声说道 你怎么做事的 赶紧开瓶倒酒啊 是 我赶紧过来 准备打开了路易十三 别打 我真的从来不喝酒 梁言冷着脸说道 这 行 那我们就先来唱歌吧 刘伟拿出手机 扫了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点了一首情歌对唱 就把话筒给了梁言 又不耐烦地朝我摆了白手 我便退出了包厢 快步回到配电室 拿出一支笔 在一张十元纸币上写了几个字 就把纸币折好放在口袋 我呼了一口气 就打开了配电箱 拉下了二楼288包厢的空气开关 便快步走出了配电室 果然 就见288包厢里停了电 一片黑暗 我快步走过去 刘伟已经冲了出来 抬手就抽了我一个耳光 骂道 你们特么怎么做事的 包厢里怎么能停电 对不起 可能是线路出了问题 您稍等 我进去检查一下 我低头进了包厢 耗子和彪子他们过来 也给刘伟道歉 刘伟就站在门口 指着耗子他们破口大骂 引来许多客人和公主围观 乱成了一团 我进了包厢 就见梁言坐在烛光了 眼神有些慌烂 我快步走过去 蹲在他身边 假装检查地下的线路 掏出扣道里的十元纸币 递给梁言说道 于是 您的钱掉了 这 不是我的吧 我没有带现金 与子恶然 应该就是您掉的 我把纸币塞给了梁言 这 梁言接过纸币 顿时大吃一惊 十元纸币上 有几个字 发出阴阴的蓝光 久有毒 快离开 我用的荧光笔 是服务生专用的 夜总会里 有时候音乐声震耳欲聋 我们服务生说话 客人听不到 就用荧光笔 把话写在纸币上 让客人看 这种荧光笔写的字 在亮光下 什么都看不到 在黑暗中却非常醒目 而且 几个小时 荧光效果失去后 纸币上的字 就会消失得干干净净 为了就这个叫梁言的女子 我集中生智 就想出这个法子 我先用荧光笔 在纸币上写了 久有毒 快离开 的字 然后拉了288的电查 造成停电混乱 趁机进来给梁言告警 梁言还愣在那里 我着急的低声说道 那人要害你 快跟我出去 哦 谢谢你 梁言愣过神 赶紧拿着自己的包起身 我就先出了包厢 对刘伟说道 先生 对不起 是线路短路 造成空气开关跳闸保护了 我已经修好了 这就去合上开关 那就快去 磨磨叽叽放什么屁 刘伟哪里懂我说的电气术语 不耐烦的白手 就在我吸引住 刘伟注意力的时候 梁言快不出了包厢 从刘伟身后 穿过围观人群 匆匆下楼去了 288包厢的空气开关 又出了门 就见柳如烟 从隔壁办公室里出来 紧张地问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哦 288包厢的电线接头短路 空气开关跳闸了 我已经修好了 我回答 什么 288停电了 柳如烟顿时一惊 穿着高跟鞋 快步来到了288包厢跟前 笑道 刘少爷 出了点小状况 影响了您的兴致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说刘姐 你们万豪也太不给力了 刘伟没好气说道 我今天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请到省城梁幽集团的梁大小姐 来给你们捧场 你们居然给我掉链子 刘少爷 您别生气 多怪下面的人不机灵 完了我好好责罚他们 柳如烟笑道 您赶紧进去陪梁大小姐吧 可别冷落了家人 好吧 完了再说 刘伟推开了288包厢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顿时猛逼 梁延 梁大小姐 刘伟又去了包厢的卫生间里 找了一圈 没有发现梁延 顿时急了 刘少爷 就下楼走了 耗子说道 什么 刘伟勃然大怒 出了包厢一把揪住我的衣领说道 小子 你特么是不是给梁大小姐胡说什么了 啊 没有啊 我连梁大小姐都不认识 没有和她说话 我赶紧摇头否认 一脸无辜 那梁大小姐人呢 她无缘无故 怎么可能不打招呼就走了 刘伟咬牙切齿叫着 又是一巴掌抽来 我赶紧低头躲过 你凭什么打人 刘子一把将我拉过去 瞪着刘伟叫道 麻蛋 你们这些下三滥的东西 在我眼里就是垃圾 莫说打 老子要了你们的命 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刘伟骂道 你 彪子还要理论 我却赶紧拉住了他 你特么给老子等着 刘伟指着我骂道 要是我发现你或梁大小姐胡说了话 老子要了你的狗命 刘少爷 你还是赶紧给梁大小姐打个电话吧 这夜总会里可是鱼龙混杂 别有啥事了 柳如烟秀没紧促说道 好 刘伟就赶紧拿出了电话 拨通了号码 说道 喂 梁炎 你咋走了 你现在到哪里了 等等我 我马上过来 说吧 刘伟给柳如烟挥了挥手 就急匆匆的走了 魏强 到我办公室来 柳如烟冷偏眼我 转身就大步走了 我赶紧跟上 进了柳如烟办公室 拾去的关上了门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柳如烟沉声问道 是不是你捣的鬼 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干啊 我继续装无辜 放屁 你什么都没干 288怎么忽然停电了 柳如烟柳梅倒数骂道 是线路短路了 我赶紧便解到 地毯下面的暗线 可能昨天晚上 被那个客人弄断了 刚才短路 288的空气开关 才跳闸了 哼 你这些鬼话 骗得了别人 却骗不了我 柳如烟目光灼灼的盯着我 啊 您要不信 我也没办法 我扭着头不再说话 办公室里静了下来 空气凝固一般 半天 柳如烟才坐到了老板椅上 仰头冷冰冰 他看着我 卫强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我 不知道 我看了一眼柳如烟 又赶紧低下了头 我喜欢你 就因为你单纯善良 讲义气 讲良心 喜欢帮助人 和我当年一样 柳如烟叹道 我乌语 柳如烟逼着我去三楼当少爷 还为虎作娼 帮刘伟给那个良言下毒 居然还说 他曾经单纯善良有良心 柳如烟把脚搭在办公桌上 双手抱胸又叹道 卫强 你踩出学门 不懂这社会的险恶 自古笑评不笑娼 没钱话不想 各小不拉架 人穷没理想 你这样见义勇为 暴打不平 可是要吃大亏的 这 我不懂柳如烟给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茫然的看着他 我可是为你好 严禁于此 你好自为之 柳如烟又冷猛的说道 你现在答应去三楼 我可以护你周全 你要是不答应 以后可就没机会了 刘姐 我真的什么也没有做 我也只会赶服务生 不会干别的 我没好气说道 你真是个绝驴 滚吧 柳如烟立马翻脸 冷声喝道 我就转身出门 又来到了288包厢门口 就见刘伟又回来了 显然 他没有追上梁言 这我便放心了 刘伟却冲了过来 一把扭住了我的衣领教导 小子 你腾妈的到底给梁言说了什么 刘少爷 我真的冤枉啊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说啊 我又赶紧分辨 行 先不说梁言的是 那包厢里的路易十三呢 咋不见了 刘伟又恶狠地问我 什么 我大吃一惊 愕然问道 包厢里的路易十三 一直就在茶几上放着呀 那你进去看看 茶几还有没有 刘伟揪着我 一脚踹开了288包厢的门 我转头看去 茶几上果盘小吃都在 那瓶路易十三却不见了 我的心 顿时咯噔一声 迷马 路易十三可是价值8万 而我的工资才6000 也就是说 我不吃不喝给万豪干一年 都赔不起一瓶路易十三 刘少爷 我刚才进去检查线路的时候 那瓶酒还在的呀 我赶紧分辨 办公室了 我这怎么可能知道 那瓶酒去哪里了 什么 你肯定的意思是说 我把那瓶酒藏起来了 刘伟冷笑道 伟强 你肯定的胡咧咧什么 浩子从围观人群中跳了出来 叫道 刘少爷自从停电出了包厢 就在没有进去过 那酒丢了 和刘少爷有什么关系 这 我也愣住了 我回想了一下 刘伟自从停电出了包厢后 的确是在没有进去过 刚才停电后 只有你一个人进过包厢 那酒不是你偷的还能有谁 浩子又叫道 什么 我顿时愣住 我刚才去刘姐办公室的时候 你们没有人在进288包厢吗 当然没有了 我们都在门口议论 刘少爷就回来了 他进去一看酒不见了 就出来问我们 浩子说道 这 我征询的看向彪子 彪子无奈的摇了摇头 显然 浩子说的是真的 我去柳如烟办公室的这几分钟里 服务生和公主们都没有进过288包厢 而刘伟空着手 身上西装依旧鼻挺 藏不下一瓶路易十三 有没有可能是那位梁大小姐拿走了那瓶路易十三 彪子说道 你他妈放什么屁 梁大小姐何等身份人品 怎么可能偷偷拿酒 刘伟骂道 你怎么张口就骂人呢 彪子眼睛一瞪 要和刘伟理论 我又赶紧拉住了他 你们这些垃圾 老子骂你们都是给你们面子 刘伟冷笑道 你们赶紧把那瓶路易十三找回来 要是找不到回来 就给老子赔 魏强 刚才停电后 就你一个人进过288包厢 而你从包厢出来 就去了你的配电视 那瓶就肯定是你趁停电黑暗偷的 赶紧拿出来吧 耗子冷笑道 你不要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害了大家不说 还坏了我们万豪的名声 我 我愣在当地 瞠目结舌 哑口无言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的确是偷路易十三唯一的嫌疑人 可是 我的确没有拿那瓶路易十三 那瓶价值8万的酒 到底去了哪里 花 魏强居然真的偷了那瓶路易十三 他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那瓶路易十三可是值8万块啊 现在魏强不仅要交出那瓶酒 恐怕还会被万豪夜总会开除 围观的服务生和公主们 议论纷纷 强子哥不可能拿那瓶酒的 他不是那样的人 这时候 一个好听的女子声音叫道 我转头一看 却是多多 她是刚到万豪夜总会的公主 因为和彪子的女朋友林子关系走得近 和我也就比较熟 可我们也只是一般朋友 没想到 多多居然公开为我说话 多多说的没错 强子绝对不可能偷那瓶酒 彪子也说道 你们想啊 这288包箱今天是强子在看 要是丢了酒 他也有责任 怎么可能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嗯 不错 魏强要是偷酒 也不会蠢到偷自己管的包箱了 是这个道理 看来 那酒的确不是魏强偷的 众人纷纷点头 赞同彪子和多多的话 哼 那瓶酒可是价值八万 这穷逼穷风啊 趁停电黑暗偷走 怎么没有可能 刘伟却冷哼道 你 彪子气得双目喷火 我却拦住了他 不慌不忙说道 大家不用吵 这二楼的楼道里有监控 我们去看一下 就知道是谁偷了那瓶酒 对呀 还是强子哥脑子好使 多多笑道 一看监控 不就啥都清楚了吗 这时候 柳如烟在办公室发现 288门口还围着一堆人 也赶紧来了 他一听路易十三丢了 顿时面若冰霜 就冷声喝道 都散了 这是谁都不许再说一个字 是 服务生们和公主都赶紧散了 魏强 耗子 你们和我陪刘少爷一起去监控室 柳如烟带着我和耗子 陪着刘伟来到了保安部的监控室 调出了二楼走廊里的监控录像 就见 我拿着路易十三到288包厢后 又空着手出来 回到了配电视 很快 我又从配电视出来 快步到了288包厢门口 被刘伟打了一个耳光 我就进了288包厢去检查线路 耗子和彪子他们服务生和公主 就慢慢围到了288包厢门口 和刘伟说话 接着 我就从包厢里出来 和刘伟说话 而梁炎趁我和刘伟说话的时候 从288包厢闪身出来 悄悄从刘伟身后走了 当时288包厢停电 门口的灯也灭了 光线非常暗 又为了一堆人 场面很混乱 我去配电视和了电闸 又出来 这时候 柳如烟也从办公室出来 和我一起来到了288包厢门口 和刘伟说了几句话 刘伟就进了包厢 发现梁炎不见了 停一下 柳如烟让保安停住了监控录像 转头问道 刘少爷 茶几上有没有路易十三 这当然没有了 刘伟顿了顿说道 我进去找梁大小姐的时候 茶几上的酒已经不见了 肯定就是这个穷笔崽子 趁停电的时候偷走了 你胡说 我大声叫道 你要是当时就发现路易十三 不见了 为什么当时不问 我 我当时着急找梁大小姐 这才没有来得及和你计较酒的事情 刘伟抢词夺理 当时是刘姐提醒你 赶紧去追梁大小姐 你才走的 一开始你根本就没有着急 寻找梁大小姐 我毫不客气地拆穿了刘伟的鬼话 很显然 刘伟进去找梁岩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桌子上的酒 现在他一心要诬陷我 所以就咬定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就发现路易十三 不见了 小子 你特么的偷了老子的酒 还敢和我嚣张 刘伟又一把揪住了我的衣领 刘少爷 虽然我是个穷小子 可我也有我的自尊 我毫不适落地盯着刘伟说道 你前面打了我一巴掌 我也不和你计较 你要是在感动我 我立马报警 让他们来查到底谁偷了那瓶酒 什么 报警 哈哈哈哈 刘伟放肆大笑 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可笑的笑话 我还没有报警呢 你特么居然想报警 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什么人 你想报警就报吧 我敢打赌 你小子只会死得更惨 那不报警的话 麻烦刘少爷把那个梁大小姐找来 我思存道 当时我进去修县路的时候 梁大小姐也在包厢里 她可以证明我没有拿那瓶酒 且梁大小姐何等身份 会管你一个破服务生的批事 刘伟冷笑 那麻烦你给她发的信息 她要是不愿意来再说 我又说道 我救了梁炎 她应该会为我作证的 梁大小姐手机早关机了 我要是能联系上她 还有功夫和你在这里废话 刘伟恨声说道 行了 继续往下看录像吧 柳如烟摆了白手 示意保安继续放录像 就见刘伟发现梁炎不见 从288包厢出来 就揪住了我的衣领 接着 柳如烟赶到 提醒刘伟去找梁炎 刘伟就急匆匆的走了 然后 柳如烟带着我去了她的办公室 而288包厢的门口 依旧围着一堆服务生和公主在议论 很快 刘伟回来 进了288包厢 就发现路易十三 不见了 我仔细盯着录像 发现从我离开的288包厢之后 的确没有人再进去过288包厢 可那瓶路易十三 却真的不翼而飞了 实在是匪夷所思 刘伟姐 那瓶酒我的确没有拿 不信你们可以去我住的配电视搜 我一头雾水 郁闷说道 要不 那就报警 我来报 刘伟英狠一笑 松开了我的衣领 掏出了手机 准备报警 先别报警 柳如烟拦住了刘伟 说道 刘少爷 那瓶路易十三 您也没有付钱 今天这事 就让我们万豪先内部追查吧 钱不钱都无所谓 关键我在你们万豪丢了东西 传出去可没脸得很 刘伟冷笑道 您放心 最多十天 我把事情查清楚 一定给您刘少一个交代 刘伟烟说道 既然刘姐这么说了 我当然得给你面子 刘伟笑道 那我就等着你们的交代 十天后要是还差不清楚 我就报警 没问题 十天后 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柳如烟点头 好 那告辞 刘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这才扬长而去 刘姐 你为什么不要他报警 我好奇问道 你他妈傻啊 知道刘伟是什么人吗 柳如烟瞪了我一眼道 你小子现在是最大的嫌疑人 如果报警 马上就会被抓起来 先关你个十天半月再说 刘伟肯定会在背后使坏 如果认定你就是偷酒的人 你小子起码被判三年起步 再留下案底 一辈子可就毁了 这 我愣住了 涉事为生的我 第一次感受到了社会的残酷 和江湖的险恶 再说了 这是关系到万豪夜总会的声誉 绝对不能报警 柳如烟又叹道 要是事情闹大 让客人知道我们万豪丢了东西 以后谁还敢来 吴总要是知道了 你小子可不就是被开除那么简单 那您 也相信我没有偷那瓶路易十三 我看向柳如烟 我信不信的顶个屁用 关键你得把那瓶路易十三找回来 柳如烟瞪了我眼说道 按照万豪夜总会的规定 你负责的包厢丢失酒水 你就得赔 什么 我赔 我彻底猛了 老子一个月工资才六千 一年不吃不喝白干 都赔不起那瓶路易十三 你不赔难道还让我赔吗 柳如烟冷笑道 我可是帮你压着这事 你小子别不是好人心 要是我不压着 刘少爷能轻易放过你 那我竟想办法找到那瓶酒 我无奈的叹道 行了 你也别压力太大 先去上班吧 还有十天时间呢 我也会帮你调查的 柳如烟摆了白手 是 我郁闷的出了保安监控室 来到了二楼包厢区 就见包厢里都坐满了人 所有的服务生都跑前跑后 忙得不可开交 魏强 你特么的咋猜回来 磨什么阳工呢 赶紧去给两百九十九包厢 拿一份果盘 浩子一见我就叫道 魏强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呢 你就让他干活啊 彪子愤愤不平说道 放屁 强子绝对没有偷那瓶酒 彪子叫道 卧槽 张彪 你特么是不是也不想干了 浩子眼睛一翻 就骂起了彪子 不干就不干 你吓唬谁呢 彪子毫不适用说道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到哪里还找不到晚饭吃 你 你特么烦了 不想干现在就卷铺盖滚蛋 浩子气急败坏骂道 算了算了 我赶紧拉着彪子去干活 浩子却不依不饶 一直给我和彪子派火 让我们俩盯着四个包厢 忙得团团转 一直忙到十一点 客人们猜不怎么要东西了 公主也把一条毛巾 挂在了门外的把手上封包 所谓封包 就是包厢里的客人久憨而热 情绪高涨 开始动手动脚 开始玩一些出格的游戏 比如泡泡糖 木乃伊 传牙签 亲密接触 寻宝大行动 五毛和一块 这些游戏五花八门 匪夷所思 都非常暧昧 所以 公主们要把毛巾 放在门外的把手上 提醒服务员看好门 不需有人再进包厢 而此时的服务生 也能稍微消停一会 抽根烟休息休息 彪子和我站在楼梯口休息 他就掏出一盒滑子 递给我一根 我去 你怎么拿客人的烟抽 我无语 是零零悄悄给我拿的 那帮王八蛋冤大头 哪里能知道桌上的烟少了没少 彪子给我点上烟 就低声问道 你们看了监控录像 发现谁偷久了吗 没有发现 我郁闷的摇头 那有啥线索没有 彪子也皱起了眉头 没有 我又摇头 我仔细看了监控 除了我进去过288包厢 再就是刘伟进去过 可刘伟身上 的确不像藏了酒的样子 那你身上有没有藏酒 难道看不出来吗 彪子说道 我从288包厢出来的时候 门口的因为停电灯光很暗 看不清我的样子 我看到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的确是最大的嫌疑人 那 那酒到底去哪里了 长翅膀飞了 彪子愕然 慢慢查吧 刘伟给了十天时间 要万豪查出偷酒的人 给他一个交代 我就把情况说了一遍 我们能查出来个屁 彪子说道 还是赶紧报警吧 8万的酒呢 可不是小钱 刘姐说 不能报警 会影响万豪的声誉 草 他们害怕影响万豪的声誉 就让你受冤枉啊 要我说 还是得报警 不行 我又看到 刘姐说 刘伟的关系很硬 要是报警 他要是背后捣乱 万一认定我偷了酒 事情可就大了 这 不可能吧 什么事都要讲证据 总不能由这刘伟胡来吧 那可不一定 我思存道 连刘姐都怕刘伟 可见刘伟的背景不简单 而我今天坏了刘伟的好事 他对我恨之入骨 肯定会千方百计害我的 他要真的背后捣鬼使坏 事情可就不好说了 啊 那个梁大小姐 真的是你弄走的 彪子低声问道 嘘 这是完了再说 我赶紧阻止了彪子 转头就见其他几个服务生 也来楼梯口抽烟 彪子就赶紧换了话题 问道 你今天怎么样 老子还是打白板 打白板的意思 就是服务生没有要到小费 有时候 客人喝到高兴 见服务生伺候的好 就会给点小费 一般都是一百起步 但是 二楼的客人没有三楼的好 很少给小费 我也是白板 我无奈地叹道 刚才一直在想丢酒的事情 魂不守舍的 客人不骂我就不错了 这帮王八蛋 真特么抠门 彪子愤愤不平说道 这时候 一楼大厅里 忽然响起了震耳玉龙的快节奏音乐 十二点了 一楼的夜场蹦迪开始了 我和彪子的烟也抽完了 就来到了走廊 你在栏杆上 看着楼下大厅里蹦迪的人 只见 无数男女 在光怪路里的彩灯下 疯狂的扭 动着身子 如同换上了癫痫一般 舞台上 寒迈的DJ声嘶力竭的大叫 几个穿着比基尼的美女 也在疯狂的热舞 万豪夜总会 终于来到了一天 最热烈刺激的时段 二楼的包厢里 看似静悄悄的 里面其实 却也进入了最热烈刺激的时段 彪子凑到我耳朵边 大声给我说道 我和林子合作了一间房子 明天中午你过来吃饭啊 什么 你们真的在一起了 我恶然 夜总会的公主 有些会在服务生里找个男朋友 主要是为了有个照应 免得被其他人骚扰欺负 如果遇到客人喝醉闹事 服务生也能帮忙拦挡一下 不过 这种关系 只是逢场作戏 并不是真的男女朋友 更不可能谈婚论假 可彪子居然和林子住在一起 可那就有些不对劲了 你想哪里去了 彪子摆了白手说道 林子说他和多多租了的大房子 要我搬过去一起住 分摊点房租 下来大家都省点钱 哦 我点了点头 那你明天中午来啊 完了我把位置发你手机上 彪子说道 我们好好合计一下 怎么查那个偷酒的贼 好 我点头 要不 你也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吧 多多可是对你很有意思的 彪子又笑道 别胡闹了 我现在哪有那个心思 我无奈苦笑 万豪夜总会一直躁动到半夜三点 才向事后的男女安静下来 客人们陆陆续续离去 我们服务生就进去包厢 打扫客人留下的烟酒 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掉就下班 卫生等明天下午再打扫 我和彪子收拾完包厢 已经很迟了 就从万豪夜总会后门出去 客人们都走前门 我们服务生和公主 一向都走后门 我们还没出万豪夜总会的后门 就听见门外面 传来一声女子的尖叫 是多多 快过去看看 彪子拉着我就跑了过去 我和彪子 快步出了万豪夜总会的后门 就将耗子醉醺醺的拉着多多 动手动脚 灵子用包打着耗子叫道 耗子 把你脏爪子拿开 我一看 顿时怒火上窜 飞奔过去 抬手就是一个大逼动 将耗子抽翻在地上 强子哥 多多吓得扑进了我的怀里 瑟瑟发抖 别怕 没事 我将多多揽在身后 冷冷地看着耗子 你TM的居然敢打我 耗子从地上爬起来 捂着红肿的腮帮子 气急败坏叫道 伟强 你TM是不是不想干了 我就是不想干了 巴不得你赶紧把我开除呢 我冷笑道 那瓶价值八万的路易十三 没有找到 柳如烟绝对不可能开除我 如果真的开除 我刚好脱身泥潭 的确是求之不得 当然 我抽耗子的主要原因 是见不得他欺负公主 公主们虽然吃着青春饭 可也都是苦命人 但凡有条路 没有哪个女人会喜欢 来夜总会里做公主 她们忍受白眼和屈辱 抢颜欢笑的陪客人 挣钱都不容易 尤其多多 青春靓丽 是万豪夜总会里 最漂亮的公主 耗子垃圾一样的东西 居然欺负多多 是人都不能忍 你 你TM的还敢和我狂 耗子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怎么 想和我动手 我胸膛一挺 就把耗子又顶倒在地上 我身高1米85 撞得跟一头牛一样 耗子豆芽菜一样的小身板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耗子见我丝毫不怯塌 从地上爬起来 愤愤不平教导 魏强 多多又不是你女朋友 你TM管的什么闲事 谁说多多不是魏强女朋友 彪子在一边笑道 昨天 多多和魏强已经在一起了 什么 这是真的吗 耗子一脸猛逼 夜总会里的规矩 公主只要找了某个服务生 当男朋友 其他服务生就不能在乎骚情 不然 可就是坏了规矩 我和多多也猛了 我们俩之前虽然走得近一些 可也没有太多接触 彪子居然说我们在一起了 不过转念一想 我和多多就都明白了 彪子的意思 我抽了耗子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可要是说我和多多是男女朋友 耗子可就是先坏了规矩 只好忍气吞声 果然 耗子一听多多是我女朋友 气得咬牙切齿 却无可奈何 恨声说道 你们 你们他们给我等着 说吧 耗子就灰溜溜的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 耗子怎么无缘无故的 对多多动手动脚了 彪子问道 哎 自从多多到了万豪夜总会 耗子就一直骚扰他 说要多多做他女朋友 他以后照着多多 林子叹道 可是耗子那长相 人品也太苛诚了 多多咋能给他当女朋友 就一直推托 今天 耗子可能刚才 多喝了一些客人剩下的酒 出来见我和多多在等你 就借着酒精 拉着多多胡来 要不是强子出头 多多今天可不好摆脱耗子的纠缠 强子哥 谢谢你 多多惊魂未定的给我道谢 没事 大家出来混口饭吃都不容易 相互照应是应该的 我笑道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多多对我羞涩一笑 我约了强子 明天到我们那里吃午饭 你好好做一顿饭感谢强子就好了 彪子笑道 真的 多多眼睛亮亮的看着我 你们明天打算试什么 我来的时候把菜买上 我笑道 不用不用 我去买菜 你来就行 多多欣喜的拉着我手笑道 好吧 那我就来蹭饭 我点头笑道 行了 我们快回吧 时间不早了 别再遇到什么事 林子说道 放心 有我在 什么事都没有 彪子拉着林子 带着多多走了 我回到了佩电室 睡在狭窄的小床上 思索着今天的事情 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中午 我换了最体面的衣服 出了万豪夜总会 买了一大块蛋糕和两树鲜花 按照彪子发的位置 来到了他们的出租屋 强子 你来就来 怎么还带了礼物 林子开门 把我迎进屋内笑道 这里是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 的确挺大的 家具也应应俱全 也没带什么 我放下了蛋糕 又把拿出了两树鲜花 谢谢 林子接过一束花笑道 这束康乃兴给我 那束玫瑰花 你一会亲自给多多吧 彪子和多多呢 我扫尸一圈 没有发现彪子和多多 多多在里面做饭呢 彪子去买酒了 林子去阴台厨房 拉住了多多笑道 快来 你强子哥 给你买了玫瑰花球爱来了 多多穿着睡衣 戴着围裙 红着脸出了厨房 啊 我也没有什么买的 就买了两树花 我不好意思的 把花递给了多多 谢谢 多多羞涩递接过花 脸更加红得像三月的桃花 你快坐着陪强子说话 我去做饭 林子把多多按在了沙发上 就进了厨房 强子哥 快坐 我给你倒茶 多多给我倒了茶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空气非常尴尬暧昧 好在这时候 彪子回来了 提着两大扎啤酒 进门笑道 哟 已经聊上了 我也刚进来 我郁闷地摸了摸鼻子 你们聊 我和林子去做饭 彪子放下了啤酒 就去厨房帮忙做饭 客厅里又只剩我和多多 又沉默了半天 多多才叹道 强子哥 谢谢你 昨天晚上多亏了你啊 没事 谁遇到那样的事 都不会不管的 我尴尬地笑道 那以后 你还能照顾我吗 多多试探地问道 当然能了 你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和我说 不用怕 我又说道 刘其娜的耗子 虽然是个领班 却也屁事不定 你不用怕他 他要是再敢骚扰你 我一样大嘴巴子抽他 可是 我听说 耗子和刘姐关系很好 你得罪了耗子 刘姐恐怕要为难你了 多多皱起眉头 担心地说道 你被听他们胡说 耗子就是溜须拍马 会巴解刘姐 才当了领班 刘姐压根就没有把他当回事 我这可不是随口胡说 我住在柳如烟隔壁 经常听到柳如烟痛骂耗子 耗子不过是听柳如烟的话 经常帮柳如烟做一些脏事 才当了领班 那这么说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了 多多低头羞涩地问道 这 我愣住了 啊 你要是不愿意 就算了 多多见我愣住 赶紧说道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多多也羞红了脸 快过来吃饭吧 吃完了再慢慢狼情惬意 彪子端着一大盘菜也出了厨房 我和多多就过去坐在餐桌边 今天的午饭是火锅 里面的红油汤翻滚着 十分诱人 餐桌上还摆了一桌子菜 非常丰盛 你们随便做一点就行了 居然搞了这么多 我笑道 今天这火锅 可是多多为了感谢你 亲自做的 他老家的火锅最正宗 味道做得非常好 林子笑道 今天也是你和多多定情的日子 可得好好庆祝一下 彪子拿过了蛋糕笑道 多多 你来切墙子给你买的蛋糕 好的 他带了蛋糕分给了大家 吃完蛋糕 火锅里的肉菜也熟了 大家就开始吃火锅 彪子打开了啤酒 到了四大杯说道 来 为强子和多多狼情切意干杯 也得为我这个大美人干杯 林子爷举起了酒杯 你们别闹我们开心了 我端起酒杯笑道 应该为你们乔迁新剧干杯 也为感谢强子哥昨天帮我干杯 多多也笑着举杯 干杯 大家一起碰杯 一饮而尽 强子哥 快吃 多多就给我加了一碗的肉和菜 他做的火锅 又麻又辣 的确是与众不同 吃得大家赞不绝口 强子哥 昨天丢酒的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多多就担心的问道 后来怎么样了 哎 那个刘伟和刘姐 要我十天内找到偷酒的人 不然就得我自己赔 我就把昨天的事情 仔细的说了一遍 要是十天找不到偷酒的人 强子哥不仅要赔八万的酒 那个刘伟还不放过他 这可怎么办啊 多多着急的说道 强子哥 你要不直接跑吧 怎么 你才和强子在一起 就使得擒狼跑啊 彪子笑道 我 当然说不定强子哥跑 可他万一找到不偷酒的人 可就完了 还不如早点跑呢 多多说道 不行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我叹道 我们进万豪夜总会的时候 身份证都压在刘姐那里 她知道我的地址身份 你一时半会不回家不就行了 多多说道 还是不行 我要是直接跑了 就坐实 那酒是我偷的 以后我可就跳进黄河 都洗不清了 我叹道 就算我几年不回家 迟早也会被人抓到 到时候事情可就大了 不错 强子现在跑了 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 灵子也说道 那可怎么办啊 怎么才能找到那个偷酒的贼啊 多多还是一脸着急 你别着急 我们慢慢想办法 肯定能找到这个偷酒的贼 我却不慌不忙 你有啥头绪吗 多多问道 暂时还没有头绪 不过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 多少有了一点想法 我思存道 什么想法 多多和彪子灵子 都看着我 我昨天和那个梁大小姐 出包厢的时候 那瓶路易十三还在茶几上 等刘伟再进去的时候 那瓶酒却不翼而飞 我陈寅道 由此可以断定 有人在我出了包厢 刘伟进去包厢的这个时段 悄悄进了288包厢 偷走了那瓶路易十三 我们只要想办法 查这段时间 谁进了288包厢 就能查到偷酒贼 你刚才不是说 看了监控录像 那段时间 再没有人进过288包厢吗 多多不解问道 昨天看监控录像的时候 的确没有发现 有人进过288包厢 我又思存道 可是 那瓶路易十三 绝对不可能不翼而飞 所以 我断定 肯定是有人进了288包厢 偷走了那瓶酒 昨天晚上 我回想了一下监控录像 想起我带着梁大小姐 出包厢的时候 还没有电 门口的灯光非常昏暗 当时门口又为了一堆人 和刘伟说话 很可能 有人趁乱趁黑 钻进288包厢 偷走了那瓶酒 由于灯光昏暗 监控离地又远 监控录像上 288包厢的门 看不太清楚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肯定是停电的那个空档 有人溜进了288包厢 不然这事再没有可能 林子点头 那我和多多这几天 暗中找姐妹们打听一下 你和彪子找服务生问问 看有没有人发现 当时谁进了288包厢 或者 当时有谁不在场 还有 你和彪子买包烟 去找监控室里的保安 再仔细看看 那段时间的监控录像 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对林子赞许地点头 林子的脑子 显然比彪子好使多了 还有那个梁大小姐 也可以帮我作证 我又思存到 我带着梁大小姐 出包厢的时候 那瓶路易十三 还在茶几上 我要是能想办法 找到那个梁大小姐 请她出来帮我作证 说我没有拿那瓶酒 我就没事了 对 彪子点头 你和那个梁大小姐出来后 就在没有进过288包厢 只要梁大小姐证明 和你出包厢的时候 你没有拿路易十三 他们就不能冤枉你 而你救了那个梁大小姐 只要找到她 她肯定会帮你作证的 那可不一定 林子却眉头紧皱说道 听强子刚才说 这个梁大小姐的身份地位 比刘伟还高 而且 梁大小姐洁身自好 是被刘伟骗着 第一次来叶总会这种地方 所以我想 即便我们找到了 那个梁大小姐 她为了名声 恐怕也不会再理会这事的 在那些有钱人的眼里 我们不过是垃圾 他们才不管我们的死货 这 彪子和多多愣住了 那个梁大小姐 看起来还好 应该不是见死不救的人 我看到 不过也不好说 我们还是先想办法自己调查 就算梁大小姐不给我作证 我也一定要找出那个偷酒贼 让他进去蹲几年大牢 对 绝对不能便宜那个王八蛋 彪子说道 我们都帮你 一定能抓到那个偷酒贼 林子也说道 来 我们提前干一个 预祝强子哥早日抓到那个偷酒贼 多多这才放心 笑咪咪地举起了酒杯 我们四个人热腾腾地边吃边聊 很快就把一桌子肉菜都吃光了 我和彪子抽烟 林子和多多就手脚麻利地洗完了锅 饭也吃了 酒也喝了 你们俩该动防花烛了 林子伸着懒腰说道 强子 你就去多多房间里睡一会 完了我们一起去上班 这 我吃惊地站了起来 怎么 你和多多刚才在沙发上 羞答答地狼情惬意 现在却拿枪做事起来了 林子鸣嘴笑道 你特么的早就不是黄花大小伙了 还装什么假正经 彪子一把揪住我 推进了多多的房间 就反锁上了门 嗯 我彻底无语 转头 就见多多憋啄笑 寒情默默地看着我 多多 不是 那个 我摸了摸鼻子 尴尬地笑了笑 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 多多的脸色却忽然变了 秀眉景促说道 强子哥 你该不是嫌弃我 脏吧 我一向都是只陪客人喝酒 从来不跟他们出去的 不是不是 我一个臭服务生 哪里还嫌弃你 我赶紧摆手说道 多多就上来抱住了我 两头说道 既然你不嫌弃我 就不要再推辞 我也就只能这样报答你了 嗯 我看着多多精妙绝伦的脸蛋 还有那柔情似水的眼眸 愣住了 强子哥 多多闭上了眼睛仰头 红唇在击 渴得探求 他点起脚尖 双臂也缓住了我的脖子 一股忧香顿时让我一 乱 清 咪 我的身体 顿时被轰的点燃 我不顾一切的抱起多多 扔到了床上 下午五点 我才迷迷糊糊的醒来 转头就见多多像一只小猫 蜷缩在我的怀里 睡得正香 他长长的睫毛垂着 粉颈欲臂酥 胸的皮肤 白得如同凝脂美誉 吹痰可破 让人生出无限怜爱 我忍不住复身 轻轻地吻了多多一下 呜 多多长长的眼睫毛 扑闪了几下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再看到我的脸 多多的笑容 顿时就像荷花一样绽放了 你盯着我看什么 多多调皮地眨了眨眼 笑道 你这么好看 我当然要多看看了 我说着 手就滑下去 在多多段子一般丝滑的胶区上游走 哥哥哥 多多汉养娇笑 缩起了身子 又把手伸在我的腋下 也挠我的痒痒 好啊 你居然敢挠我痒痒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也上下起手 两个人正在床上闹得不可开交 却听见林子在外面敲门说道 该走了 明天再春宵一刻值千金吧 呜 我和多多赶紧停手 起身穿衣下床 林子和多多化了妆 我和彪子就把屋子收拾了一下 四个人出门打车 来到了万豪夜总会 已经是七点多 服务生都在忙着打扫包厢 公主们也忙着苗梅化眼 多多就毫不客气地挽着我的手臂 挺胸和我上了二楼 像个骄傲的小鹿 哗 你们看 多多和魏强真的好上网 他们俩还真是狼才女帽啊 我听说 昨天耗子下班 在后门外面对多多动手动脚 被魏强抽了一个大逼斗 没错 耗子今天的半张脸都是肿的 服务生和公主们看到 多多跨着我的胳膊来上班 顿时指指戳戳 议论纷纷 耗子听到动静 从一个包厢里出来 看到我和多多的样子 羡慕极度恨地瞪着我们教导 魏强 张彪 你们俩今天都看四个包厢 你什么意思 彪子顿时炸了 平常我们每个服务生都看着两个包厢 今天为什么要我们看四个 老子是领班 想让你看几个就看几个 耗子冷哼道 你怕是昨天来的强子的逼斗 今天公报私仇吧 彪子冷笑道 哈哈 魏强偷了客人的酒 马上就要被抓起来了 你特么的还敢和我狂 耗子却是大笑道 等过几天找不到酒 胃强进了橘子 多多和你们 可得记着去给他送饭啊 哈哈 一帮跟着耗子混的服务生 也跟着哄笑起来 你 彪子气得握住了拳头 怎么 你特么还想打我啊 耗子凑到彪子面前说道 昨天晚上是在万豪夜总会外面 老子也就不和你们计较了 今天在万豪夜总会里面 你们要是感动老子一下 我要你们吃不了多着走 操 大不了老子不干了 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彪子却一把揪住了耗子的衣领 冷笑道 老子可不像强子那样手下留情 你特么敢在欺负人 老子一拳打得你满地找牙 怎么回事 吵吵什么 这时候 却见柳如烟大步走来 面若冰霜叫道 刘姐 我们全都站开 给柳如烟打招呼 彪子却上前说道 刘姐 您来评评理 耗子今天让我和魏强每个人看四个包厢 我们能跑得过来吗 今天两个服务生请了假 忙不过来 我才让你们看四个包厢的 你眼里还有刘姐吗 耗子狐假虎威的叫道 行了 还嫌不够乱吗 柳如烟白了眼耗子 就算两个服务生请假 让大家分摊 每个人看三个包厢也就罢了 你让魏强张彪看四个包厢 要是跑不过来 耽误了客人怎么办 这 我也就是才和他们商量嘛 张彪就要冲上来打人 耗子低头说道 那就让大家每人看三个包厢吧 都特么给我消停些 在谁惹事 就卷铺盖滚蛋 柳如烟扫尸众人 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说道 魏强 你跟我来 哦 我就跟着柳如烟 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你想好了吗 打算怎么查那瓶酒 柳如烟坐在老板椅里 把脚搭在桌子上 双手抱胸盯着我说道 我想请您搜查一下 服务生和公主的休息室 我说道 万豪夜总会的服务生和公主 都有几个休息室 服务生在那里换衣服休息 晚上还轮流有人睡着值班 公主的休息里 主要是化妆打扮 也有床可以休息 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柜子放衣服和水杯杂物 平常都上着锁 钥匙就在个人的手里 什么 搜休息室 柳如烟顿时皱起了眉头 嗯 我顿了顿 又说道 刘姐 昨天的酒 我没有拿 刘少爷和那的梁大小姐也没有拿 唯一的可能 就是公主或者服务生趁乱进了288包厢 偷走了那瓶酒 所以 最好的办法 就是搜一下休息室 要是能在休息室里找到那瓶路易十三 就能查出偷酒的贼 不行 绝对不行 坚决摇头道 这是好不容易压下来了 不能再闹得沸沸扬扬 要是搜查公主和服务生休息室里的柜子 大家都人心惶惶 好多人说不定就不干了 这 好吧 那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我无奈地低头 行了 我也帮你盯着些 差两天再说吧 柳如烟不耐烦地朝我摆了摆手 我转身刚要出门 柳如烟却又叫住了我 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吗 我转身回来 疑惑地看着柳如烟 那个 我卧室里的灯你还没有给我修呢 老是一闪一闪的 晚上怪圣人的 你给我看看 柳如烟没好气说道 哦 我愣了一下 就走进了柳如烟的卧室 他现在应该没有心情勾引我 看来他卧室的灯的确是坏了 我走进卧室 打开了灯的开关 就见灯果然一闪一闪的 开关盒子里 还有一阵滋辣滋辣的声音 很显然 是灯的开关接触不良 不断地打火 灯就一闪一闪的 我找来了螺丝刀 打开了开关盒子 大约检查了一下 发现线头正常 是开关盒子里面打火 柳姐 试着开关坏了 你今天晚上先凑合一晚 我明天中午去给你买个开关 下午来换上就好了 我说道 好吧 那你先去上班吧 明天买了卡关来给我换 柳如烟点头 我便出门 赶紧打扫好耗子 给我分配的三个包厢 客人已经来了 马不停蹄地忙到十一点多 包厢里纷纷封包 我才歇了下来 就和彪子在楼道口抽烟 我问了一圈 服务生们都没有看到 有谁进了288包厢 彪子点起了烟 郁闷说道 林子和多多也问过公主们 他们也没有什么线索 都说当时大家都位在288包厢门口 谁都没有进去 没事 我又想到了一个敲山正湖的计策 我抽着烟私存道 敲山正湖 什么意思 彪子一脸疑惑 刚才柳如烟问我想怎么调查 我说让他搜查一下服务生 和公主的休息室柜子 我低声说道 对啊 这可是好办法 还是你小子脑子转得快 彪子一拍大腿叫道 昨天事情闹得那么大 万豪夜总会到处都是摄像头 门上还有24小时值班的保安 那个贼绝对不敢转移那瓶路易十三 也就是说 那瓶绝对还在万豪夜总会里 只要让刘姐带我们搜一下 所有人的柜子 就能找到那瓶酒和偷酒的人了 办法虽然好 可刘姐却不同意 我叹道 为什么 他说搜查动静太大 会搞得人心惶惶 还说好不容易把事情压下来 要是再闹起来就不好了 麻蛋 他怕事情闹大 就不管你被冤枉了 这个心如蛇蟹的女人 真特么不是东西 彪子愤愤不平骂道 没事 我已经想到办法 让刘姐答应搜查了 我若有所思说道 你想到了什么办法 彪子问道 呜 暂时还说不得 我摇头思存道 你啥意思 你小子有什么还不能和我说吗 怕我告诉别人啊 彪子瞪着我说道 这是 还真不能先和你说 等我做成了再说吧 我笑道 啊 那你刚才说的敲山阵虎 又是什么意思 彪子又不解问道 你这说了半天 也没有见敲什么山阵什么虎啊 这也说不得 我有笑道 等我把事情做成了 你就知道了 你小子居然连我也不相信了 彪子郁闷 不是不信你 这是我还没有想好 等想好了再和你说 我拍了拍彪子的肩膀笑道 你别多心 我要是连你都不相信 还能相信谁啊 这还差不多 彪子点头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就给我说 别一个人扛着 放心 我完了肯定要你帮我的 我点头说道 晚上我先去报案室里 看看监控录像 我探道 晚上三点下班 我送多多和彪子林子 出了万豪夜总会的后门 多多拉着我的手笑道 你晚上去看监控录像 也别太迟了 早点睡 嗯 知道了 我抿了抿多多散乱的头发 明天中午 继续来我们那里吃饭了 多多仰头 笑音音的看着我 啊 明天我还得去给刘姐买开关了 我私存道 买个开关能花多少时间 多多搂住了我的腰 撒娇道 你明天买了开关就来我们那里吃饭 完了 我们再一起来上班 好吧 我的心中也是一档 只好点头笑道 赶紧回去吧 路上小心些 嗯 多多点头 就跟着彪子林子走了 我买了一包好烟 回到万豪夜总会 又来到了监控室 把烟给了保安 说要看监控录像 保安知道刘姐让我查丢酒的事情 接过烟就开打监控让我查 我反复看了几遍录像 尤其是停电 我从288包厢走出后的那段 虽然监控录像离得远 灯光也十分昏暗 可我还是从模模糊糊的图像里 看出了一点端倪 就在我带着良言出了288包厢 和刘伟说话的时候 288包厢的门 隐隐约约开了一条小缝又管水 很快 包厢门又开了一道小缝 很显然 是个身材瘦小的人 趁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我和刘伟身上 悄悄溜进了288包厢 偷走了那瓶价值8万的路易十三 我眯起了眼睛 已经猜到那个偷九贼是谁了 不过 我没有声张 给保安说没有发现问题 就会配电视睡觉 睡在狭窄的小床上 我默默地盘算着自己的计划 第二天 我睡到中午 起床穿衣洗漱 就出了万豪夜总会 来到了附近的市场 找了一家五金电气店 给柳如烟买了一个开关 接着 我又在市场里的一家店里 找到了一套针孔摄像头设备 买了下来 这种摄像头 最低配的才200元 一点都不贵 就算再贵 我也得咬牙买了 这可是我的实施计划的重要工具 我出了市场 正要打车去多多那里 一个西装革履 带着墨镜的男子 却拦住了我说道 对不起 麻烦问一下 你是不是叫魏强 啊 您是什么人 找我做什么 我顿时戒备起来 麻烦您跟我来 有人想见你 那人冷冰冰地说道 是什么人要见我 我狐疑地打量着那墨镜男 你过去就知道了 就在那边车里 墨镜男指了指路边停着的一辆车 我转头一看 顿时吃了一惊 那车居然是劳斯莱斯库里男 这可是价值近千万的豪车 车里的人肯定不简单 我脑内一闪 猜到了车里的人是谁 便笑道 好 那走吧 我跟着墨镜男到了库里男边 他恭恭敬敬地打开了后车门 请我进去 然后就站在车边伺候着 我坐进库里男 就见车里坐着一个漂亮的女子 果然就是梁岩 我刚才一看到库里男豪车 就知道是梁岩找我 不然 我一个蝼蚁一般的夜总会服务生 怎么可能认识库里男的人 您好 您是叫魏强吧 梁岩对我笑了笑 伸出了手 是 是 我轻轻地和梁岩握了一下手 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谢谢您那天救了我 梁岩嫣然一笑 我眼前顿时一亮 没事 我只是提醒了您一下 也没有做什么 我笑道 你太客气了 梁岩叹道 那天的事情可谓凶险万分 要不是你故意停了店 冒险进来提醒我 我恐怕就遭了刘伟的毒手了 您居然看出 那天的店是我故意停的 我笑道 当然了 你说是检查线路 可进了包厢 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提醒了我就带我出去了 梁岩笑道 显然 你就是故意停了店 咱们来救我的 那天的事情 的确挺凶险的 我也叹道 幸亏我碰巧看到 有人往那瓶酒里下药 刚好我又住在配电室里 所以我才有机会 提醒您赶紧离开 您不是服务生吗 为什么住在配电室里 梁岩好奇问道 这个 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说道 我懂一些简单的电器修理 他们就让我住在配电室里 随时解决一些问题 当然 我也是为了省一点房租 哦 我懂了 梁岩点头 马上就明白我没有钱 生活很窘迫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在国外研学多年 国内的情况都不大了解 那天才稀里糊涂地 跟着刘伟去了那种地方 幸亏你救了我 不然可救 不堪设想 那 您在国外留学多年 应该是见过大市面的人 怎么不知道夜总会里 是什么地方 我好奇问道 我在国外一直在大学里搞研究 很少去娱乐场所 最多就是圈子里的聚会 梁岩叹道 我哪里知道 刘伟居然带我去那种地方 居然还敢下毒害我 这个刘伟 和您是啥关系 我又好奇问道 刘伟是我高中同学 好多年不联系了 我这次来新都市 他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我的电话 就说要请我吃饭 尽一下地主之意 梁岩又叹道 谁知道 他居然狼子野心 图谋不轨 而且 很可能是受人指使 故意来害我的 受人指使 怎么回事 我更加好奇 我这次来新都市 是为了竞标一个项目 梁岩又说道 我的竞争对手的实力也很强 甚至背后用了一些手段 所以 我猜刘伟应该是我的竞争对手派来 专门害我的 他让刘伟把我害了 就能阻止我参加竞标 没想到 这事情的背后 还有这么深的原因 我若有所思 这才明白 刘伟对我破坏了他的计划 为什么恨之入骨了 原来背后有不可想象的利益斗争 这也再次印证 刘伟背后的实力 的确深不可测 他们连梁岩这样的大人物 都公然敢毒害 弄死我一个蝼蚁一般的服务生 的确不费吹灰之力 想到这里 我眉头紧皱 再次感觉到了 压力 如果找不到那瓶路易十三 刘伟就着这事不放 一心要害我 可就危险了 念及至此 我又说道 梁小姐 您今天来 是想帮我证明清白的吗 这个 梁岩愣了一下 从包里取出了一个纸袋说道 这里是二十万块钱 你拿去赔那瓶酒吧 嗯 那瓶路易十三才八万块 不用赔这么多 我推开了纸袋 笑道 您要是不方便再和这事有瓜葛 我自己会找到偷酒的贼 不用麻烦您了 说吧 我就推开了库里南的车门下车 快不走了 等一下 梁岩在车里叫我 我却没有回头 我冒着危险救了梁岩 他居然不肯出来为我作证 当然他身份高贵 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或许有不能站出来的理由 可我还是觉得心寒 我招手叫停了一辆出租车 刚上车 就见梁岩的司机 小跑过来说道 魏先生 麻烦您把电话给我留一下 不必了 我摆了白手 对司机说道 师傅 开车吧 出租车就滑入了街道 路过库里南的时候 我看到梁岩降下了车窗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显然 他不敢相信 一个穷小子会拒绝二十万 更想不到 我会直接离去 连个电话号码都不留给他 我把梁岩从我的脑子里删除掉 坐着出租车到了多多他们的出租屋 只见 多多和林子早就包好了一大桌的饺子 就等着我来了 吓着吃 你怎么才来 多多赶紧接过我手里的东西 帮我脱去外套 就像一个贤惠的妻子 我去给刘姐买开关耽误了时间 我笑道 你们先下了吃啊 不用等我的 我和彪子倒没什么 多多可是在窗子上看了无数次了 就差给你打电话催了 林子笑道 哪有 多多又羞红了脸 快下饺子吧 我都饿坏了 彪子和林子下了饺子 我们四个人就用美滋滋的饱餐一顿 吃过饭 我就起身说道 你们休息吧 我今天得早点去给刘姐安装开关 啊 你这就要走啊 多多顿时急了 一把拉住我说道 你睡一会 我们早点跟你一起去上班好不好呀 这 你们不用早点去 多睡一会吧 我尴尬的笑了笑 那让林子和彪子哥多睡一会 我和你先去还不好吗 多多说道 呃 我还要推辞 彪子均一把将我推进了多多房里笑道 你昨天刚让多多尝到甜头 今天就要临阵脱头 我还要说 彪子又反锁上了门 我们快睡吧 一会我跟你早点去上班 陪你去给刘姐庄开关 多多搂住了我 两头稀奇地看着我 下午四点多 我就和多多起来 悄悄地出了出租屋 打车来到了万豪夜总会 我先把多多安顿在我五平米的配电间里 让他在我床上再睡一会 我就拿着开关和针孔摄像头 来到了隔壁柳如烟的办公室 我轻轻敲了敲门 柳如烟就穿着睡衣给我开了门 他慵懒的睡衣领子很低 春 光炸谢 我赶紧低头说道 刘姐 我来给您修开关 好 进来吧 柳如烟把我让进来 就大模大样地在卧室里脱了睡衣换衣服 我吓得站在外面 不敢进去 柳如烟换好了衣服 就去盖洗室里化妆 我这才提着东西进了柳如烟的卧室 卸开了墙壁上的开关 换好了开关 我买的这个开关 下面有个插孔 我又敲敲在插孔的后面 安装好了针孔摄像头 这种针孔摄像头极其隐蔽 外人几乎不可能发现 我又在手机上调试了一下 发现针孔摄像头正对着柳如烟卧室的床 这才安装好了开关的外壳 一切都天衣无缝 我开关了几下 发现没有问题 便说道 刘姐 开关我帮您安好了 好的柳如烟在盥洗室里仔细化妆 但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又在我的盆子里 洗着我污渍斑斑的那一裤 你 你给我吸起这些来了 我顿时大胸 上红了脸叫道 你是你女朋友呀 帮你洗衣服不是应该的吗 多多抬手抿了抿了满是汗水的发丝笑道 你帮我洗别的也就罢了 这些 我自己洗就行了 我尴尬的脚趾头都能扣出三十一厅了 我们俩还有什么呀 多多笑了笑 又叹道 我也不知道能做你多久的女朋友 能为你洗衣服 我可是很开心的 这 我愣住了 公主和服务生的男女朋友关系 不过是逢场作戏 甚至可以说是各取所需 可多多对我 似乎动了真情 这可太危险了 在叶总会这样的地方混 尸身不要紧 最怕的就是动 情 大家都是生命的过客 注定不可能谈婚论嫁 要是投入真感情 将来可就不好办了 多多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 又低头说道 强子哥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缠着你的 你哪天对我厌烦了 我就离开你 你想哪里去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赶紧用自己的水杯 给多多倒了一杯水 你躺一会吧 我马上就洗完了 多多洗完了衣服 就和我一起躺在小床上 可我的小床太小 两个人平躺不下 只能侧着躺 多多就像小猫一样 蜷缩在我的怀里 悠悠叹道 强子哥 我好想时间不要走 我们永远就这样在一起 该多好啊 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多多 只得紧紧地拥住了多多 给他片刻的安全和幸福 可惜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太快 很快就到了上班的时间 我起身去打扫卫生 多多就在佩电室里补了妆 也去陪客人了 晚上三点 我照旧送走了多多 回到佩电室上床睡觉 我掏出手机 戴上了耳机 悄悄打开针孔摄像头的监控码 柳如燕卧室的图像 就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只见 柳如燕进了卧室 脱去了衣服 换上了睡衣 他曼妙的身材 就像熟透的水蜜 桃 充满了魔鬼般的诱惑 我咽了一口唾沫 赶紧关掉蜡 却久久不能入睡 接下来的几天 我依旧每天中午去多多那里吃饭 和他度过一个秘里调游的午后 然后和彪子林子一起上班 彪子和林子多多都在为我担心 我却一点都不着急 我的父亲是个山村里的农民 小时候的冬天 父亲偶尔会带我去山里打猎 好的猎人 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才能捕捉到猎物 我现在 就像一个老练的猎人 静静地等待着猎物上钩 这才发出致命一击 杀死猎物 这天晚上三点多 我依旧送走了多多 回到配电室睡觉 不过 我的耳朵却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听着隔壁柳如烟的动静 四点的时候 我迷迷糊糊听到隔壁柳如烟的办公室 传来一点声音 我顿时像守护猎物的猎人一样惊醒 赶紧拿出了手机 戴上了耳机 打开了针孔摄像头的监控APP 开启录像功能 只见 一个男人和柳如烟已经纠缠在了一起 那男人一边抱着柳如烟纠缠 一边脱去了身上的西装 他转过脸的时候 他顿时一惊 居然是刘伟 原来一直和柳如烟偷情的 居然就是这个刘伟 其实 之前我就发现 每隔几天 就有个男人半夜四点来找柳如烟偷情 可我却从来不敢发出任何响动惊动他们 柳如烟可是吴总的女人 她偷情的事情给吴总戴绿帽子 要是让人知道了 可就是大麻烦 所以 我每次都假装睡得死死的 也不敢去偷看和柳如烟偷情的人是谁 柳如烟一直以来骚扰勾引我 首先是因为我年轻英俊 身强体壮 几次 柳如烟也是怕我把她偷情的事情说出去 所以要拉我下水 我却不敢惹上麻烦 所以一直拒绝 现在 我在柳如烟房间里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就是要拿到她的把柄来要挟她 手机里的画面 刘伟已经脱去了衣服 抱着柳如烟说道 隔壁那穷逼崽子 不会有事吧 放心 她每天累得臭死 睡得很死的 柳如烟搂着刘伟说道 就算她听到什么 那耸货丢了酒 在我的手心里攥着 也不敢胡说八道 我们不用管她 赶紧 接着 画面不堪入目 我丢开了手机 摘去了耳机 竖起耳朵 静静地听着 一直到了五点多 隔壁才静了下来 我拿起了手机 就借刘伟慵懒地穿好衣服 俯身清了清柳如烟 这才起身敲敲出了柳如烟的卧室 柳如烟这才满足地蒙头睡去 我这才关了针孔摄像头APP的录像功能 也满意地睡了 第二天中午 我早早醒来 洗漱穿衣 吃了一包泡面 静静地听着隔壁的动静 很快 我就听到柳如烟起床洗漱的声音 我便打开手机 截取了一小段昨天晚上最劲爆的画面 发给了柳如烟 不到十秒 柳如烟就一脚踹开了配电视门 冲了进来 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咬牙切齿叫道 王八蛋 你特忙活腻歪了吗 居然在我房间里安了摄像头 刘姐 你搞清楚 现在刀把子可是在我手里 我懒洋洋笑道 什么 你TM算什么东西 居然敢威胁我 柳如烟都气疯了 我虽然只是个穷小子 可以有穷人的尊严和脾气 我又毫不示弱笑道 而且 我一无所有 可是光脚的 而你却是穿鞋的 我要是把昨天晚上这劲爆录像 发给吴总 你可就和我一样一无所有了 你就不怕我弄死你 柳如烟冷笑道 呵呵 我烂命一条 怎么死都是个死 有什么好怕的 我又笑道 我劝你最好别弄死我 这录像我昨天已经发给朋友了 只要我死了 这录像就会被发在网上 到时候 你可就成网红了 你 柳如烟见我有恃无恐 顿时泄了气 半天才冷声说道 说吧 你想怎么样 我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你放出风趣 要搜查服务生和公主的休息室柜子 我沉声说道 当天晚上一上班 柳如烟就发出通知 说几天找不到那瓶路一十三 决定明天下午搜查休息室和每个人的柜子 让所有的人明天下午三点就来上班 万豪夜总会里顿时一片哗然 花 刘姐真的要搜我们的柜子呀 搜就搜呗 你又没有偷那瓶路一十三 怕什么 从谁柜子里搜出那瓶酒 那个人肯定就是贼 刘姐这招够狠啊 公主们和服务生全都议论纷纷 晚上三点下班 公主和服务生一起出了万豪夜总会后门 我也照例送多多回家 多多依旧依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 说道 强子哥 今天要不去我那里睡吧 这 不好吧 我左右看了看刚下班的公主和服务生 尴尬地笑道 嘖嘖嘖 天天晚上粘在一起 现在去装什么正经 林子撇着嘴说道 走吧 你以后和我们一起住 也帮我们探一份房租 好吧 我就拉着搂着多多 和彪子林子上了出租车走了 很快 万豪夜总会的后门上就没人了 保安懒洋洋地关了灯 就照例躲进值班室里睡觉去了 凌晨四点 就见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从望豪夜总会后门探头探脑左右望了一下 没人 这才出了门 耗子哥 你咋才下班啊 我冷笑一声 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你 你不是去多多那里睡觉了吗 那黑影惊恐地转过头 正是耗子 我要不去假装去多多那里睡觉 你会转移那瓶路易十三吗 我懒洋洋笑道 什么 你 你胡说什么 那瓶路易十三根本不是我拿的 我转移什么 耗子下的身子都抖了起来 那你说说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下班 我冷笑道 我 那个 刘姐让我做个考勤表 太弄实了 耗子结结巴巴说道 是吗 我淡然一笑 又转头说道 刘姐 你今天让耗子哥考勤表了吗 就见柳如烟也从黑暗里走了出来 冷冰冰看着耗子 什么 刘姐 耗子顿时经的魂飞魄散 眼珠子咕噜噜转了几圈 把腿就朝另一边跑去 忽然 一个黑影飞出 一把揪住耗子 将他摁倒在地上 却是彪子 麻蛋 老子早就在这里等着你了 彪子按住了耗子 从他怀里掏出了一瓶酒 正是那瓶价值八万的路易十三 哇 果然是你这王八蛋偷了酒 诬陷强子哥 多多也从黑暗中出来 现在人赃并货 这王八蛋就等着做班房吧 灵子也出来恨声说道 求求你们 放过我吧 耗子软瘫在地上 苦苦哀求 放过你 让你继续害人吗 我一把揪起了耗子 冷声说道 你去蹲几年 好好反省一下 出来重新做人 应该还不迟 我 耗子面如死灰 低垂着脑袋说不出来 刘姐 现在事情真相大白 我们送他去派出所吧 我问道 行 就按你的计划来 刘如烟面无表情地探道 我们几个人 就揪着耗子 来到了派出所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 做完笔录 天已经大亮了 我们走出派出所 我握住刘如烟的手 笑道 刘姐 不好意思 给你添麻烦了 你 真的要一拍两散吗 刘如烟把我拉到了一边 迎着脸问道 你现在已经没事了 还不肯放过我吗 对不起 我沉默了一会 才说道 你或许是因为生活所迫 才被逼着卫虎作伤 可刘如烟 却是恶贯满盈的畜生 我要是不收拾他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被他害 所以 我必须要让他身败名裂 为他做的恶付出代价 我原本以为 你是个老老实实的穷小子 没想到 你这么狠 刘如烟叹道 你就不怕刘如烟报复你 我早就说过了 我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笑道 而且 我已经和彪子 林子多多 订了去外地的车票 一会就去坐车 去新的地方生活 刘伟就算手眼通天 也不可能找到我们 而且我把这录像发给吴总 刘伟只有死路一条 他哪里还有能力在报复我 你 实在太可怕了 刘如烟叹道 我又说道 刘姐 你赚的钱 应该已经够下辈子花了 现在收手 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找个老实人嫁了 静悄悄的生活 难道不好吗 也好 离开这个灯红酒绿的肮脏世界 未尝不是解脱 刘如烟顿了顿 又握住我的手说道 那我就 感谢你解脱了我吧 说吧 柳如烟转头大步走了 强子哥 你到底抓到了柳如烟什么把柄 他为什么这么怕你 多多好奇地问道 我在柳如烟的卧室里 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拍下了他和刘伟偷情的录像 我笑道 我就拿录像要挟柳如烟 要他配合我的计划 先放眼要搜查服务生 和公主的休息室柜子 我知道 偷了那瓶路易十三的人 这些天害怕风生警 绝对不敢转移那瓶酒 可柳如烟放出要搜查的消息 那个贼必须在昨天晚上 把酒转移出去 于是 我就让你们配合我 先假装去你们那里睡觉 然后在万豪夜总会的后门埋伏 其实 我早就怀疑是耗子偷了酒 因为只有他的身材最瘦小 溜进288包厢才不会被人发现 果然 我们守住带兔 逮了个正招 哦 这就是你说的敲山正虎的计策呀 彪子也恍然大悟 不错 我又看到 柳如烟虽然为虎作仓 可本心也不是太坏 所以 我给了他一条生路 让他带着这些年的积蓄 离开新都市 等一会 我就会把视频发给吴总 他肯定不会放过刘伟的 刘伟虽然有些势力 可他给吴总戴了绿帽子 吴总肯定不会放过他 就让吴总 替我们收拾刘伟吧 你这招 又是借刀杀人了 彪子探道 走吧 我们赶紧收拾东西 离开新都市 我拉着多多说道 那我们去哪里啊 多多兴奋地看着我笑道 去一个没有人 欺负人的地方吧 也不知道有没有 我叹了一口气 全文完